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十五 第十五道答案 对不起 我们必须讲真话 讲实情 因果错不起 我们怕因果 不敢说假话 尊者的身份 这一称呼 起于释迦牟尼佛 坐下的弟子 大阿罗汉十六尊者 可想而知 何等了得尊贵 这哪里是 而等高僧大德 能忘其相辈 能担当的身份呢 包括显宗 密宗的后辈主师们 很多都不到尊者果位 更况你们 再高的兰寇都没有达到尊者成就 必须是金寇圣德 才能沾上尊者的尊字 比如一段金寇如尊 二段金寇教尊 三段金寇上尊 这就是不同果位的尊者了 一段金寇 二段金寇 没有送菩萨一表的道行 甚至三段金寇 也没有十分把握能 送菩萨一表 必须是三段金寇以上 才能确保完成 送菩萨一表 今生阿罗汉尊者 也送不了菩萨一表 因为尊者 难以躁动菩萨入坛 菩萨照不来 表就取不走 没有菩萨取表走 怎么化红菩萨呢 另外关于不退地菩萨 必须要到三段金寇上尊的道行 才是不退地菩萨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们直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2日 平均会儿 最后一会忘记 座总部咨诺